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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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5日 是星期一 要講講資金流動和移動股 看到大市成交整體都是基本上是向下的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這個始終是香港方面有水緊的現象 唯一一個比較好的就是 今天那個港匯指數 就不是趨近去7.85那邊 是向了7.83那邊 那似乎是資金的流出 港元不是自股票流出 而是港元流出香港那裡 就會壓力少了一點 那麼起碼金管局是不用去接貨了